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即使只要一經過就會 興起火花 這個積水已經快要有 將近三分之一個輪胎高 正樣的一個淹水 那大家當然馬上就問 市長勒 市長勒 現在沒有政府了嗎 好 張善政的臉書被關爆了 張善政是講說什麼 是說沒有這個災情的部分 他都在家裡頭 隨時的有跟官員做連線 一句如果很嚴重的時候 他也會出來 結果這個議員就批評說 要怎樣才算是很嚴重 有人在講難事 你怎樣還在睡嗎 甚至還說 這樣還不夠嚴重嗎 結果這個人跳出來了 這桃園市議員沾江春 他就問這麼一句 那我就問 鄭文燦在當市長的時候 淹水的時候 只會在臉書上頭做說明 沒有到現場會刊過 沒有實質檢學淹水的問題過 你們是同樣的標準 在檢視鄭文燦嗎 當然我們必須要說 市長現在是張善政 真的有問題 張善政你就應該負責 只是也不要雙標 好 因為來看到 2019年的新聞 當時同樣 7月的時候 雨太大了 突然之間 即時雨量太強 結果桃園巴德淹水淹的有40公分高 台鐵都雙線中斷了 結果下午4點46分 將近5點的時候發生了這麼一件事情 很多地方淹成一片 我們的當時桃園市長鄭文燦 一直到晚上的7點26分 臉書上頭發文說 今天有大雷雨的警報 請大家特別注意 那個時候當然就被罵翻 水災這麼一件事情是這樣 當百姓發生 老天天公不作美的時候 當他們家出現災情的時候 想知道就是政府能不能給我什麼幫忙 能不能給我們什麼傑助 好 這個時候就是一個ABC了 來看到賴清德 就很懂了 他來到了嘉義 告訴大家 ABC了嗎 5年前 5年前823嘉義大水災的時候 我是有來勘災的 那個時候他是怎麼講的 他說水淹到蔡易瑜的肚臍旁邊 我那個水是淹到我的脖子這麼高了 我一句話都不敢多說 因為我心裡想的是 我這邊淹成這樣 前面不知道有多深 苦名所苦啊 可是大家就要問了 一件事情就是蔡易瑜的肚臍旁邊 跟你的脖子 這個不太理解 這個高度是怎麼樣一件事情 網友甚至酸 這個脖子是腳脖子嗎 那也有人拿出當時的 新聞媒體報導來看 說淹水淹到了第五天 那個時候你才去勘災 結果在那個駕訓班外 當時的媒體報導 講說其實你好像本來沒有要下車 後來是有人在喊說 為什麼不下車 結果你就穿上了青蛙裝 趕鴨子上架 可是是淹了五天才來 甚至那個時候的村民 在嘉義東石鄉的掌壇村這邊的村民說 我們這裡淹水都淹到胸部這麼高了 小鷹呢 你還不來看看 你對不對得起選票 你勘災的時候 甚至直接跳過我們去布袋 把我們當塑膠嗎 確實在淹水這件事情 蔡英文必須要特別注意 好 過去有這樣子的講法 現在 昨天 在桃園這邊也有很多人 就看到了這個水淹高了 結果蔡英文的臉書上頭 是在發文 講什麼 講的就是說 現在台灣是世界的關鍵字 WHA呢 英日美髮 大家都挺我們 說必須包含台灣 講的就是說他們用珍貴的三分鐘發言時間來挺台 那當然啦 我們很感謝他們 但是同一時間我們也要問 那先前說要幫台灣發聲的這幾位 他們來到了日內瓦 結果現在傳出這一位牙醫師 他是特別來到中國駐日內瓦的使館 然後拿著習近平病毒的抗版去抗議 大家就必須要能夠思考一下 到底哪一鄉其實有實質的作用 又或者對於百姓來說 大家在目前為止最過的是民生 朱大 昨天在桃竹這邊深夜淹水 很多人直接嗆張戰陣了 沒有 我覺得一個地方淹不淹水 我個人一向反對 都是直接質疑當時的執政者 那過去的執政者包含了新竹 包含了桃園 一個地方治水是一天就做得好的嗎 當然做不好 所以你要告訴我說都怪張戰陣 邏輯上說不通 但是要不要怪鄭文燦 可以討論 因為鄭文燦如果在那邊做了八年 八年有那麼長的時間 治水做不好照樣淹水的話 請問是你沒有把重點放在這裡 還是開新的這個會坍塌的停車場 或是會浮起來的公所比較重要 所以不用管治水了 我覺得應該這樣講 這件事情也不要說了 你看自由時報 這個綠營的議員 黃瓊輝上次才問說市長覺得我美不美 市長請問他覺得美不美之外 這個水淹到底大不大 這種事情能不能夠讓水退 如果可以的話 你們選出來議員好棒棒 但如果不行的話 他們就是在幫賴清德助選 如果各位覺得你們的淹水 沒有賴清德的選舉重要的話 請繼續多多支持這些人 我覺得真正的問題是在於 台灣的國土規劃 跟整個水的水文狀況 已經出現了非常嚴重的問題 下雨就淹水 不下雨就缺水 請問我們以前小的時候 20年前台灣是這個樣子嗎 那如果不是的話 為什麼全台灣真正有堪用的水庫 就是翡翠水庫 請問南部的水庫 為什麼近20年沒有新的水庫落成 是你民進黨環保不願意做 還是你民進黨覺得水庫沒有用 結果現在跟我講說大家要學著解水 我查了半天 用水最多的前幾名都是大企業 我在家裡不洗手不洗澡 省了半天 不到這些大企業用一分鐘的水 那請問這個到底是水庫的問題 水資源規劃的問題 還是民進黨執政的問題 我覺得民進黨自己要想清楚 你的能源也出問題 水也出問題 人力資源也出問題 物價也出問題 那絕對不是單純的運氣不好 或是全球暖化的問題 全世界只有台灣 一邊跟大家講說我們2030年 要近零轉型 一邊把火力發電 碳排最高的發電種類 拉到史上最高的時候 我覺得大家不講科學 有一天科學會懲罰你 好 我們看到在水災這件事情 這個昨天賴清德到了嘉義的時候 他剛才講說他當年看水的時候是流下去 然後直接水淹到脖子這一邊 他心裡頭掛念的還是百姓 他現在也傳出來了 傳書說什麼 其實他現在要推的是 民主大聯盟的跨黨派合作 說鄭家純跟林非凡 有可能去佔監困選區 來 請教兵哥你怎麼看 最好 趕快把林非凡 鄭家純這些全部都找來 我是非常樂見 看這到底是什麼奇怪的組合 最後記得把陳偉廷也找回來 大家一起來對不對 這些都太陽花時代出來的 這樣一起來比較熱鬧一點 我是覺得 張善正在這個事件淹水世界上 目前看起來犯的比較明顯的錯誤 就是說錯話 講實在話就是這樣 因為這樣回答其實說真的不太得體 如果是聽在受災戶或是 被淹水的居民的耳裡 是聽起來不太舒服 但是我必須講 我覺得他說的是事實 也就是 不可能所有的災騙 市長全部盯在那個地方 那其他事都不用做 而且我過去一直到現在 我一直很反對 每一次都大官去勘災巡視 請問一下他看得懂什麼 他能做什麼 如果是一個有效率有組織的一個 政府單位 本來相關的東西 就是有相關的局處去做 就應該他們去處理就好 至於說 到底是雨下的太大 你的設施承受不住 還是你的設施本來設計就有問題 我覺得這才是應該要去研究改進的東西 其他講的都假共 至於說賴清德這個事情 我就覺得滿好笑的 你確定是淹到脖子 淹到脖子你確定你是去勘災 還是你去給人家救了 你淹到脖子 你已經是被在那邊幫助了吧 在那邊叫SOS了吧 還去勘災 真的胡說八道 所以你光從這句話就知道 這個人滿口謊言 胡說八道到極點 其實賴清德一向自視升高 然後他哪壺不開啟哪壺 居然提八二三 八二三你們這邊已經提過了 當時他其實是被人家逼著下車 更好笑的就是 你忘記韓國瑜當年的旋風怎麼起來 就是因為八二三這次的大水 那一次韓國瑜也是去勘災 為什麼你去勘災沒有人知道 韓國瑜去勘災有人知道 就是因為你根本就在那邊 敷衍了事蜻蜓點水 不就是這樣子嗎 所以你還好意思去提 真的把台灣人都當鯨魚腦 那WHA這個東西 我去講一個最基本的 老師在說這些國家 奪挺我們 奪挺我們 那我就講一個很奇怪的事情 這些國家為什麼只是每年 你知道每年都一樣的動作 就是上去發言支持台灣 應該要納入台灣 可是有很多其他動作他可以做 比如說假設英美法日這些 全部都挺我們 他們都是全世界非常重要的國家 那美國可以帶領這些國家說 你WHA如果不讓台灣加入 我們集體退出 我挺台灣 對不對 表示我挺台灣 我嚴重的抗議 我們集體退出 美國退出過很多國際組織 那為什麼他們沒有這樣做 表示人家敷衍你 然後這一些包括史初華這些人 去幹什麼 你以為他真的以為可以 因為他們鬧一鬧就可以進去會場 根本不可能 他自己也知道不可能 他們去就是為了只是在自己的臉書上貼一貼 然後讓蔡英文政府回來做大內宣而已 就是這樣子而已 這些人每年都搞這種東西 你們看不膩嗎 我看了都煩 因為這根本就是一群小丑而已 來 請交由這個 我不是很理解現在打張善政的目的是什麼 張善政是要選當今總統還是 2024立法委員 關張善政什麼事 這時候質疑張善政是為了什麼 我真的不是很理解 張善政他本來就應該要試現在的水淹狀況 我以前跑社會我很討厭動不動大家要演 淹水淹水淹水 你知道我從以前在看記者的稿 我都全身受不了 淹水跟積水是非常非常大的不同 淹水有它的原因的 韓國瑜在823聊下去那個叫淹水 為什麼 因為他找到淹水的原因 水到阻塞 大家記不記得 他聊下去 於是他發現了湘涵裡面全部都是雜草 甚至還挖出了幾個家具 後來他當選高雄市長 因為湘涵整個被堵住了 所以水一直慢一直慢 然後沒有辦法退掉 這個叫淹水 大雨然後一過來 水積了20公分30公分 退掉這個叫積水 你積水請問一下哪個城 第一哪個城市不積水 你拿這個來打 我真的覺得非常非常的無聊 他有到高樓層 到淹到半層樓或淹到淹 也沒這個東西 請問一下 我覺得浪費太多的資源在這裡 去討論了 但是賴清德講的嘉義 你敢講我都不太敢聽 我講真的 所有的候選人都把天然災害 勘災政治學都太忽略了 要是我是賴清德 你在講嘉義的那個時候 我一定講 嘉義真正的重點在哪裡 在地層下陷 為什麼會水慢 因為地層下陷 長時間嘉義的地層 都比一般的隔壁縣市 嘉義雲林都比旁邊一般縣市 第一 將近半公尺 所以我當選之後 一定要怎麼做怎麼做 包括蘇貞昌 為了要解決 雲林嘉義的水問題 開了很多的井 然後繼續抽 繼續抽 然後地層下陷 繼續地層下陷 應該要解決的是這個問題 賴清德不是 賴清德直接跟他講 你看我聊水聊到 你要身為一個2024的總統 你根本沒有打算要解決問題 你還是在這個問題打轉 你還是希望把這個問題凸顯說 我今天又聊下去多少了 那你跟之前的獅背秀 有什麼兩樣 你跟黃國昌有名的獅背秀 有什麼兩樣 我覺得看在政治學 大家沒有那麼笨 要像韓國瑜一樣去解決問題 把草抓出來 把家具抓出來 然後讓水到再去暢通 有沒有辦法做到這個 所以新一代的2024 如果每一個人 沒辦法好好把握每個勘災 我跟你講 大家不會被你引起共鳴的 包括這種WHA一樣 我不曉得 你到那邊去 去把一個病毒戳破 然後怎麼了嗎 我們台灣不是連7年 還不是進不掉哪個WHA 7年 連7年 你幾乎快要破沉水扁的紀錄了 不是嗎 那請問一下美國到底幫了我們什麼 把人找去然後叫了兩句 然後大家發別三分鐘 挺中華民國挺台灣 又來一次 哪一次不挺啊 永遠挺我們台灣 挺到最後 大家鳥獸散 哈囉 散會 拜拜 我們一直再來一次 我覺得這種動作大可 各位觀眾朋友 在我們節目畫面的右下方 您可以看到一個QR Code 麻煩您拿起手機 對準掃描下載 之後就可以一手掌握TVBS重點新聞 再等等廣告 20秒之後 歡迎回到新聞大白話節目現場